欢迎您回来亚太商情 今天节目呢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金吕峰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 黄德基先生 再次欢迎你 谢谢 好 这一半我们聊一聊 这个港股市场 先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港股 在开盘之后呢 是跟随昨天晚上的美股 是有所下挫了 对 那我们其实连着这两个月以来 看到港股是比较的颠簸一些 再加上受到贸易战的影响 尤其是这个美元拆息 也是有所上升 你怎么接下来看 这个港股的走势呢 这个就是我过去 也分享过的看法嘛 就是你刚才提到的 美元的差势呢 也是继续走高 很简单 就是如果比较一个月的 这个美元的Libur 差不多1.9了 香港的Libur呢 就是0.85这样子 这个差距是越来越大 这个越来越大的差距 有什么影响呢 有几方面的 第一呢 就是这个港元 继续有一个贬值的压力 这个第一点 第二呢 就是当这个真的港元跌到了 这个要放保证的时候 没办法 金融管理局很 就是要出来啊 就是解决一些的港元的卖盘 就是它要就是卖出这个美元 这个没办法 这个是我们整个联系汇率的季度 要做的事情 不过呢 会不会就是引发了一个担忧 担心资金外流了 虽然我们也知道了 就是现在的香港股票市场 跟十年前不同 十年前我们还是要很 很关注这个美电的这个脚项 现在可能我们除了就是看这个港元的汇率以外 还是要看就是港股通 从就是护港通 深港通来的资金 这个是也非常影响到香港股票市场 不过我过去几个星期曾经说过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当这个港元真的走低 跌到了 或者是真的非常接近这个要放保证的时候 是有机会影响到投资市场的这个气氛 所以现在就是股票市场有一个下跌 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理解 当然就是美国显著下跌的时候 港股也受到了影响 内地股票市场最近表现也不算太好 这些的东西需要关联的 所以就是香港股票市场 会不会真的要跌破这个上亡点这个水平 还是有这个风险的 我认为在这个二季度 所以就是也不要太过乐观 虽然香港的股票市场基本免还是可以 不过就是当这个港元走低的时候 还是影响到就是心理上的影响 也不要忘记短期来讲 就是更加没有太大的反弹的空间 你要知道就是假期之前 就是港股通的基金也要 投资也要停了 9号 9号才回来了 所以没有这个北水 当然就受到了影响了 是 所以在最近这段时间 投资者还是要稍微再谨慎一点 我们再来看这个大摩 大摩它又总结出一个三类 最受贸易战影响的股份 分别是大部分收入来自美国的 还有就是曾经与美资公司 就只是产权问题发生纠纷的这些公司 那最后一个就是从美资公司手上抢夺 市占率资源的中资公司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贸易战的环境之下 港股市场当中您觉得哪些板块 可能比较会受到影响 这些的观点也不是什么样的观点 很简单 这是我的妈妈 我跟我的女儿也是女上 这是那么简单 这个肯定就是你要有一个贸易战影响的时候 你跟当地坐上移的公司 就受到了影响 这个肯定有一些的诉讼得也受到了影响 是不是怎么样的观点 我没有能力去评论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 未来如果这个贸易战 不是一个口水战的时候 真正的变成了又有贸易战的时候 这些的公司的股份当然要避开了 所以为什么我过去几天 当然今天港股市跳水也没办法 不过过去几天有一些的板块 是做得比较好了 反过来说会不会就是 我们还是留意解写板块了 比方说在内地多 就是做这个软件的 做这个IT服务的 他们的股价最近表现很好 你看经商软件 或者是中软软件 他们的股价表现非常会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当如果真的要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公司肯定不会再买 这个Microsoft的软件 可能再买本土的软件 就是更加加大了 就是本土 不论是IT服务行业 就是软件行业 这些公司的市场份额 所以我觉得就是反过来说 你要避免这些跟美国太多 就是关联的公司 倒不如就是买进一些 就是不受到贸易战影响的 一些板块跟公司了 那我们再来说回到A股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之前大家一直在说 A股要继续拥抱板拿股行情 但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资金 从白马股当中撤离出来了 流出了 他们开始把这个重心放到了说 哪些呢 创业板指 那有没有可能接下来 这个A股会跟随创业板指 创造一个比较好的上升的机会 因为这个白马股 最近也没有太好的表现 最主要就是投资市场 还是担心股票市场的风险 这个不但指这个A股出现的 这个全球也是同样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不过A股相对来讲过去两个月表现真的不太理想 就是下跌的压力也是蛮大 如果说就是个别的创业板的股份 当然风险是比较高 他们的这个固执是 有部分真的得到了一个不合理解的这个水平 所以呢 还是部分股份受到资金的追捧的时候 他们的股价可以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表现 不过呢我觉得从这个很冷静的角度来看 这些股份在这个板块当中 就是内地创业板的股份 普遍来讲就是出现一个就是固执偏高的问题 但是这个A股算是只跌其稳了吗 短期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在显著下跌的风险也没有太大 这个要看在未来一段时间 因为很多乐观的预期已经 就是已经成为了过去了 两会很多工作报告当中的一些利好的板块 所以呢 未来二季度我觉得这A股 虽然没有一个显著下跌的风险 不过也不存在有一个太 就是乐观的这个行情